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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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身在黑龙江的隋斌县 所以叫流隋斌 但是因为当时身体差 体弱多病 所以我一睡的时候 我外婆就把我背回四川 背回独间宴了 因为我们家主就是清晨派的武术世家 所以我六岁的时候 差不多就开始跟着我外公在练 真正喜欢上是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害怕吃药打针 就从被动练武 变成了主动练武 我是三十二岁的时候 我是三十二岁的时候 跟随我的师父余国雄 学习清晨玄门太景 现在我是清晨派 第三十六代掌门人 所以那时候就经常会受伤 所以那时候就经常会受伤 练武练暴躁 练来好勇都很 后来我练了太极练了三年以后 我就发现我的脾气变好了 以前谁要说打得过我 我一定要打上门去 要把打仇气为止 现在人家说谁打得过我 我说对的对的 他就是打得过我 以前的清晨太极 相当于是历代掌门单传的 一代就只传了一个人 我当时跟我师父讲 我说这个清晨太极 并不是哪一代掌门人的私有财产 它是人类共有的智慧 所以我是希望他同意 我把它传播出去 那么最后折衷的结果呢 他同意我把第一路传出来 就是三十六四传出来 像我们当时2000年来推广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认可 就在太极拳里面 它有几个原则 一个就是要虚拎顶紧 就是这个脖子要竖起来 下颊要内收 眼睛要平视前方 但是在我们的太极里面 就会有抬头的动作 有埋头的动作 第二个呢 在我们常规的太极拳里面 要求层肩对走 但是我们恰恰会有抬走 抬肩 翘掌 这些动作要 就说这个哪像太极拳 不是太极拳 从内在呢 它也跟很多太极拳不一样 就是我们会有涌动 到驾驶人员 十个手指上 有三个阴晶 三个阳晶 就是手三阳 手三阴 是连到我们的五脏六伏在 所以我们做这个涌动的时候 它就会对我们的内脏功能 形成一个牵拉保健按摩 所以这个也是其他太极拳没有的 很多太极拳人家说练了不累 练我的就特别累 而且会出现疼痛 就是因为我们出现了拉筋 这个也是道家的追求 因为大家认为 金长一寸 瘦岩十年 所以它这个就跟常规的太极不太一样 它很不太风险 因为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多少天 太极拳人家 鬼神马 咳 pH 食子对潭中线顶走 店家 拳背 抬頭 往下壓 三指結印 走關節不打直 我原來教了二十多年 我才教了一萬人 如果說我要教十萬人的話 我要活二百七十歲 但是我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知識 清晨太極全民健身運動 納入市委政府目標考 一年就做了我二百七十歲要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都見有二十多萬人 會打清晨太極 橫渡市有二百八十萬人 會打各種各樣的太極 我們現在在全世界 有八十多萬人 有上百萬人在練清晨太極的人 我現在是大八十萬人 都有大五十萬人 所以我跟他一有三十五年